我一直在等你的答案 你知道吗 小白兔洛洛收到了一面镜子 是隔壁的女巫婆婆送给她的 那天女巫婆婆摔倒在家 没人发现 还好洛洛路过门口 给婆婆叫来狐狸一声 于是女巫婆婆 送给了她这面镜子 并告诉她 这是一面有魔法的镜子 但是洛洛没有发现她的不同 和往常一样 洛洛在门口洗脸 手里拿着那面镜子 仔细地梳着自己的头发 突然刮起一阵大风 洛洛被吹得东倒西歪 手里的镜子掉了下来 摔成了好几片 她难过极了 这时候小花猫 滴滴撞撞撞地走了过来 说 洛洛 你还好吗 洛洛说 我的镜子摔碎了 小花猫说 真棒啊 瞧 你拥有了更多的镜子 这么一响 洛洛 立马开心起来 点点头说 对呀 谢谢你小花猫 我送你一面镜子吧 小花猫接过一片 三角形的镜子 甩着尾巴走了 正在收拾 其余碎片的小白兔 自言自语道 不知道小花猫 喜不喜欢我送的小镜子 突然 她手上的那片碎镜子 传来小花猫的声音 我可真喜欢洛洛的礼物啊 刚好我缺一面镜子 洛洛吓了一跳 把碎镜子翻来覆去 想找出是什么在说话 可是什么也没发现 小燕子飞了过来 叽叽喳喳地说 洛洛洛洛 我听小花猫说 你这儿有小镜子 可以送给我们 是真的吗 洛洛回答道 是的 小燕子 你来选一个吧 小燕子 闲着一块小小的 四边形碎镜子 开心地飞走了 洛洛在心里想 不知道小燕子 要那么小的 破镜子干什么呢 这是她手里的那块镜子 又传出了小燕子的声音 这个镜子真好看 我要把它装饰在 我的家里 每天都能发出 亮闪闪的光 洛洛惊讶极了 原来她送出去的小镜子 可以替别人回答 她的问题 她看着手里还剩下的 两面镜子 不由得红了脸 只见她飞快地关了门 来到狐狸医生的家 偷偷把其中一面 碎镜子 放在狐狸医生的枕头下 天黑了 大家都陷入了美梦中 只有洛洛的家 只有洛洛的家 亮着灯 她坐在床边 心里忐忑地问着镜子 静子 我的小狐狸睡着了吗 果然 镜子里传来狐狸一声 低沉的声音 没有 我还在等着 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告诉你 我也喜欢你呢 唉 快睡吧 我还在等着